一切口音压江青 李宏宅 北港湖的苏西街 没错 北港湖的苏西街 不论是舞台剧 布袋戏 或是别剧创意的偶戏 都是学生们用心准备的成果 云林县戏剧比赛 在北港镇南洋国小举办 来自各乡镇的学校都来报名参加 也让人看见现代艺术和传统戏剧 做了最好的融合 那我想就是可能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或者是说改善一下我们 可能里面的错误 或者是精进自己这样子 我们都会利用社团课的时间 还有早自修的时间 练习我们的操偶的技术 还有我们扣摆 还有那个配音的那个效果 学生们在现场看到 许多不同队伍的演出 大家都觉得新鲜不已 透过比赛进行戏剧内容上的交流互动 而戏剧演出不但可以传承艺术文化 更可以帮助小朋友训练表达能力 上台表演的勇气 别具教育意义 我是觉得这次我来这边看小朋友的表演 有的台语讲得非常漂亮 这让我感觉很赞 可以让学生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去了解说怎么样 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 生活的经验 放在我们的所有的表演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教育的活动 云林县政府在推动地方的戏曲 非常的用心 那我们也让孩子能够从做中学 然后自己创作剧本 在地方戏曲的表演上面 能够更加精进我们传统戏曲 及地方戏曲的实力 不论比赛结果如何 学生们都得到宝贵的戏剧经验 未来也可以继续努力 将传统戏曲融合现代艺术 呈现出更加精彩的演出 注入下一代的想象力 让戏剧表演拥有更多可能性 人间卫视台北云林综合报道